邱欣男子火同了十位的男子共组暴力讨债集团 对外自称天道蒙太阳会的成员 而犯案的手段相当的凶残 尽管被害人苦苦的哀求仍然不为所动 警方调查 37岁的邱欣赌贤有怯道跟赌博前科 跟十位共犯筹组了暴力讨债集团 除了拥有这个勇枪自重之外 更模仿了电影《满清十大酷刑》 准备家常型的铁锤 铁棍 甚至高尔夫球杆等等的刑具 警方跟监督时终于拿了机票 还有搜索票兵分多禄 把秋贤还有十位共犯一晚打劲